大家好,我是少年 哎,地下情是不是很刺激呢 绿色健康小猩猩啊 绿色健康小猩猩啊 我的意思是说在青春期时 谈恋爱害怕被人发现 而不敢公开的地下情 不是那种败坏道德的阿三地下情啊 今天我要继续给你们讲的是 少年少女的地下恋情 月色真美 没有看过生气视频的小伙伴 也可以直接观看本期视频 因为睡觉前眼和小太郎没有公开恋情 所以导致闺蜜牵下 喜欢上了小太郎 可牵下 其实早就知道两个人恋爱的事情 大概是希望睡觉前可以让自己去跟小太郎告白 因为这样被拒绝后才会死心 哎妈呀 这逻辑思维实在没谁了 很有趣的是 田径部的比良也喜欢着睡觉前 于是外人都以为两个人会在一起 也都以为天下外和小太郎在一起 毕竟睡觉前和小太郎两个人平时在学校就想路人 之后放学后用手机聊天 才会有那么一丝恋爱的氛围 于是来自身边人的助攻频频出现 说假到了 天下有游乐场的票 于是约了水夜倩小太郎比良等人一起去玩 在玩过山车的时候 天下故意要和小太郎一起坐 水夜倩则跟比良一起 哎呀 你气不气 谁让你不敢公开恋情 然后接下去就发生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 天使比良大胆地牵了水夜倩的手 原来他被同学派合照起哄 接着 水夜倩甚至叫小太郎小太 一直调戏小太郎 之后水夜倩和比良两人跟大部队走散了 小太郎着急要去找水夜倩 结果同学们让他别找了 不要破坏别人的恶灵事件 他们都无悔了水夜倩和比良相互喜欢 于是等到小太郎找到水夜倩时 他异常监听的跟比良说 水夜倩是我的女朋友 然后牵走了水夜倩 这一幕被赶来的千夏看到了 他伤心地哭了 就这样 两个人恋爱的事情终于公布于众 大家都很惊讶 和小太郎他们也终于 可以光明正大地单独吃饭 玩耍 两人玩了一天 拍了合照 终于找到了恋爱的感觉 夜晚 流热场的烟花不停地绽放 迅力的天空下 牵着小手的小太郎和水夜倩 差点吻上了 天下哭到红颜 他觉得很抱歉 自己把比良也喊来了 比良却说毫不在意 恶人的故作镇定了 砍完了烟花 手交结束了 两个人恋爱的消息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了 把你的人都很关注恶人的互动 有个神社挂了很多风铃 于是小太郎就带着水夜倩去了 当天水夜倩特地穿上了美丽的和服 逛面奥会时 只要自己错过了小太郎生日的水夜倩 买了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 磁束吉祥物送给了他 小太郎很喜欢 晚上 他们一起看到美丽的风铃 以及写下了许愿签 在嫉妒暧昧的氛围中 两个人正式亲吻了 初三过得很快 到了要填志愿高中的时候了 小太郎的成绩不好 可是水夜倩的成绩好 虽然人不太有可能去同一所高中 本来 小太郎觉得养家住的近 不在一个高中也行 可是当晚 水夜倩的爸爸就宣布 因为公司的调动 全家得搬去东京了 小太郎对于志愿 一点头绪也没有 妈妈一直催他赶快想好 爸爸则让他坚持自己的选择 小太郎想到了水夜倩要搬家 而且接受去了光明高中的保送 所以他也给自己要求 考上光明高中 可传业寄到了 几天 这些小太郎和他同伴们 一起在祭典上 表演太古人的日子 水夜倩和他的社团成员们 都去了传业寄完 比较和水夜倩一起去扔垃圾时 比较说自己一听到水夜倩要搬家 就慌了 他也终于鼓起勇气 表白了 比较觉得自己比小太郎 更加了解水夜倩 可是水夜倩很认真地拒绝了他 结果水夜倩和比较单独在一起的一幕 被小太郎看见了 水夜倩十分地火大 见到水夜倩也十分地浓默 水夜倩虽然跟他解释了 可是小太郎还是直接离开 博住了他拿着机箱物 然后就哭了起来 两年续后几天没有联系 直到一天晚上的补习班结束时 水夜倩看到书架上 多了一本光明高中的接招书 询问管理员才知道 是有为同学需要 水夜倩立马想到了是小太郎 果然小太郎跟他说自己决定了要考光明高中 虽然父母会反对 但他会尽力去劝说 因为也想要一直跟水夜倩在一起 水夜倩很感动地抱住了小太郎 养人也因子兵事前前 光明高中的体育设备和社团可以说是很优秀的 一想到水夜倩会在光明高中的赛道上 转息的奔跑 小太郎就暖足的劲 认真学习 等到了要跟老师说志愿的这天 妈妈跟小太郎一起去了 可妈妈的想法是考上本地的公立高中 可是一听小太郎要去光明高中 妈妈就吓了一跳 很生气地问他为什么没有提前商量 妈妈没有办法接受他去外事 小太郎因此和家人起了争执 很是烦恼 这件事小太郎没有和水夜倩说 不想打到他父亲 结果水夜倩竟然在半夜偷偷支围金 想要送给小太郎 过来恋爱是影响学习的 后来小太郎想要考光明高中的事情 被同学们知道了 大家都说这是爱情的力量 他很认真的学习吃饭都顾不上 也因为志愿的事情和妈妈陷入冷战 妈妈一直想要跟他缓和下关系 可是小太郎都十分冷漠 小太郎本来想要通过努力 考个好成绩给爸妈看 可惜因此报佛教根本不是办法 圣诞节之天 小太郎和水夜倩就回到私下见面 水夜倩也送出了他的围巾 小太郎则买了条可爱的手帕送他 听说小太郎和父母吵架了 水夜倩说父母的支持很重要呢 上次最后一场比赛 水夜倩就是因为妈妈在便当上写的 这三年你辛苦了几个字 才备受鼓舞 之后水夜倩顺利的通过了他的保送考试 小太郎和家人将职的某天 爸爸突然同意了他考光明高中 但是条件是 如果考不上就得去私立高中 几天前搬出来就找过小太郎的妈妈 说小太郎现在的成绩 肯定考不上光明高中 但是妈妈说 小太郎很努力 帮他试一试吧 到这些些后 小太郎很感动 升学考试这天到了 大清早小太郎就背负着家人的信任出发了 虽然很努力 但小太郎果然没有考上光明高中 但是他考上了父母期望的私立高中 结果天下也考上了私立高中 他特别开心 因为这意味着到了高中 水夜倩永远在天边 也是自己紧在眼前 天下觉得自己可以代替水夜倩 他终于鼓起勇气 向小太郎表白了 甚至抱住了小太郎 美人相拥 但小太郎冷难拒绝 后来有人提议可以写出自己的恋爱故事 于是小太郎将自己和水夜倩的故事发到了网上 虽然毕业了 但小太郎还是想和水夜倩继续在一起 他说自己会打工买车票 每个星期都去找水夜倩 但是水夜倩觉得这样让小太郎你更负担 太过于不去了 本来在讨论将来的事情 可是水夜倩突然难过地问他 为什么没有回答之后被签下表白的事情 原来是前脚发信息说 自己跟小太郎告白的事情 水夜倩一直都很担心签下 会去表白的事 他一直以来都感觉很没有安全感 即便小太郎没有被美丝迷住 即便他爱得来始终是水夜倩 但这善意的谎言 取成了两个人的夜风 这件事让他十分的心痛 水夜倩在小太郎面前岂不成声 混在小太郎又跑到远处去大哭起来 之后水夜倩一家搬家 小太郎都没有去送他 而水夜倩却在网上看到了小太郎的小说 神奇的是 这件事竟然是签下告诉他了 看完还在连载的小说 水夜倩在下面评价 在这之后会怎样呢 看到评论的ID 小太郎立马坐不住了 连忙跑去车站找水夜倩 水夜倩想到太太之说的 在狂的思绪下喊出的爱情宣言中 存在着爱情的实体 于是小太郎疯狂追着列车 追着他的爱情 而水夜倩则在列车上 看到小太郎早上更新的中章 他写着 不管你我相聚多远 我都想告诉你 我对你的心意不会变 我太喜欢你了 而在外面也传出了一道声音 我最喜欢你了 这就是两个人的初恋 充满了青涩和温柔 幸好喜欢的人也喜欢自己 这是小太郎和水夜倩认为的奇迹 本单无以为这是一部 车速不慢的作品 因为中途闺蜜牵下的挖墙脚操作 让我有些胃疼 除了这种扫包操作很少人有过之外 其余的剧情几乎就是在还原 我们现实生活的场景 一个人变到到底要多久 两个人一起变到又要多久 不管是在爱情方面的书写 还是在妈妈关心儿子 中考那段剧情的情感描写 完全都像是在还原 很多人曾经的时光 中途片名 月色之妹 而在月色的照应下 你还在远处吗 你身边的人 还是原来的他吗 这种不纵厚不错作的恋爱般 或许就是在这学校城市中的 灵性小镇 哦对了 故事最后呢 两个人也不如罗伯英的殿堂 或少年 一位名的又可爱的 九七年男孩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能不能给我的视频点赞 评论一下呢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